橘子皮装进塑料瓶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大家好我是小林 在秋冬季节正是吃橘子的季节 它不仅甘甜多汁 而且还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可是很多人在吃完橘子的时候 都是随手就把橘皮给扔了 那样就太可惜了 扔橘皮就等于在扔钱 今天就和你分享 把橘子皮装进矿泉水瓶里 一年能省下好几百块开支了 非常方便又实用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今天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两斤砂糖菊 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不知道你们那里卖多少钱一斤呢 买回来以后像这样子把里面的果肉剥出来 像这样的砂糖菊小小一个的 非常的清甜多汁 我一口气能吃十来个 平时吃橘子 橘子皮就不要丢掉了 我们一点点的长起来 可以进行废物利用哦 剥好的橘子皮放进一个大碗里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温水 下手把橘子皮搓洗干净 止去裹皮的灰尘和杂质还有裹辣 这样子橘子皮在发酵的过程中 不易腐烂变质发出臭味 就这样子给它抓拌几下 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 然后用剪刀把橘子皮剪成四丝 平时我们在剥橘子皮的时候 都能够闻到很浓的橘子清香味 特别是橘子皮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这就是橘子皮中含有一种芳香精油 我每次坐车都会带点橘子 在晕车的时候把橘子剥开 手里握着橘子皮 只不时把橘子皮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 这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晕车的不适感 这个方法可是我清测有效的哟 我们还可以平时在吃橘子的时候 把橘子皮系长起来洗干净放锅里蒸一蒸 然后晒干做成橘皮 用来泡水喝 还可以提升消食 在炖羊肉汤的时候也可以去三味 看着橘子皮的作用增多 把橘子皮全部剪好之后 再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矿泉水瓶 或者是用其他的密封容器都可以 把剪好的橘子丝装进瓶子里 我们在装的时候不用装满 装到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再拿出家里面经常用的食用小苏打 小苏打主要的成分是碳酸氢纳 还有少许的柠檬酸纳 这两种物质都是碱性的 能够很好的去除油污 然后我们在每个瓶子里面 加入两勺小苏打 大概有三克左右 接着在瓶子里面分别加入10毫升的米醋 米醋一倒进去 就会和小苏打产生了反应 这些小气泡就是二氧化碳 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清洁剂 然后在瓶子里面加入清水 水的量加到七八分满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加太满 因为需要浸泡发酵三五天左右 热池间会产生气体 水量太满的话 小瓶子就会脏气爆开 所以我们把水加到八分满就可以了 再把瓶盖拧起来 然后拿起这个瓶子摇换一下 让水醋橘皮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接着就把这两个矿泉水瓶放到阴凉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色发酵三天 发酵的过程中最好是每天把这个瓶盖给拧开 里面的气体放一下 然后再拧回去 三天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效果 橘皮苏打水已经发酵了有三天 来看一下颜色已经变成了这种金黄色 我们再把瓶盖拧开 闻一下没有什么异味 都是橘子的一股清香味 这样子做好的这个水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要接着往下看哦 我们平时刷锅十碗 是不是都喜欢用洗洁精来洗 用完了洗洁精 手都会觉得很干还会长刀刺 而且很多人都会担心 常用洗洁精对身体不好 并且一瓶洗洁精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 我们现在把做好的橘皮苏打水 倒在要洗的盘子里 看看这个碗本来是很油的 倒入这个橘子水之后 用手轻轻一擦 没有放水也没有放洗洁精 来看看里面的油脂粘东西全部洗干净了 接下来再把洗过的碗放到热水底下冲一冲 看一下洗出来的水一点泡泡都没有 这就可以证明没有用洗洁精哦 我们再看一下洗好的盘子 是不是洗得干净又清爽 一点油脂都没有了 洗完了碗 我们再来试下这个锅能不能洗 看一下特别的脏 而且还很柔 把这个苏打橘皮水倒进去 用这个抹布给它刷干净 实在是特别油的情况下 可以倒一点橘皮丝用来摩擦 就三两下功夫 看一下现在的锅已经一点油脂都没有了 再开热水冲洗干净 简简单单又实用 这锅是不是清洗的特别干净呢 一点油污都没有了 橘皮小树打和白醋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发酵了三天 就能够做成像死结晶一样的清洁剂 最重要的是天涯安全无刺激 特别的省钱方便又实用 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方法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出去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